你有没有想过,一粒看起来不起眼的命币,可以让你从十块钱翻到十万? Shiba做到了,Pepa也做到了,每次牛市,命币都会掀起一阵风,变成传奇。 这些报复神话让加密市场涌入了大量流量和资金,但命币的机会真不是只有昙花一现。 这波牛市的主声浪才刚刚开始而已,命币的造福故事肯定还会继续上演。 大家好,我是小萱,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命币项目Doge Unchained,这个项目它目前正在进行新币预售。 像这种新项目,总是有人觉得是机会,也有人持观望态度。 所以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Doge Unchained,看看这个迷因币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,值不值得关注。 那么如果你对迷因币,还是说新币项目感兴趣的话,那今天的视频你一定要看完哦。 那么,视频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,加密货币的风险很高,特别是这些新币和迷因币项目。 所以,入场之前,请一定要谨慎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哦。 最近币圈,命币的热度真的是一直很高,尤其是在Selona,Base Lian,币安链和以太坊上,出现了不少报复神话。 几十倍,上百倍,上千倍的命币层出不穷。 不过,玩命币,我们一定要有个基本的心理准备。 毕竟每天市面上都会有成千上万个命币上线,能跑出来的基本上没几个。 99.9%的币最后基本都归零了。 说白了,玩命币就像是在赌个机会,所以千万别拿大资金去玩,想玩玩就好,像买个彩票一样的心态,这样反而可能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哦。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项目Doge Unchained,它是一个把命元素和Layer22层网络结合起来的新概念,可以说是Doge代币的进化版本。 Doge Unchained不仅仅是一个代币,它还想打造一个属于命币的完整生态系统。 它的目标是什么呢? 就是要实现以太坊和Doge Unchained二层网络的无缝连接,交易费用超低,速度超快,比以太坊的交易速度快整整100倍。 高吞吐量,再加上充满活力的命币文化,可以说是把速度,可扩展性和有趣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。 听到这里,你是不是觉得,有点像之前分享过的PiPi Unchained? 没错,它们的概念有点类似。 然后,Doge Unchained的代币名字叫DOGU,目前正在进行预售活动。 说到预售,DOGU代币的起始价格是0.001428美元。 这次预售的机制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很多项目不太一样。 首先,它的预售时间很短,就一个月到12月31号就上线交易了。 然后,价格是分阶段上涨的。 每三天涨一次,每次涨幅是6.9%。 所以简单来说,越早参与价格越低,相对来说也比较划算。 但当然啦,Main币的风险很高。 然后,小轩我刚才也说了,99.9%的币最终都会归零。 所以如果想参与的话,一定只能用闲钱,然后抱着一种买彩票的心态。 赢了开心,输了也不会太心疼。 这样才比较适合哦。 那么这个项目的代币是发行在以太房链上的。 总量呢,一共是100一个。 那么总量的40%是拿来做预售,这是最大的一部分。 30%是质押奖励。 然后12.5%用于市场营销。 7.5%是流动性。 5%用来上线中心化交易所。 然后剩下的部分,2.5%给项目开发,2.5%给生态系统的发展。 这样看下来,预售比例算是蛮大的。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安全性。 DOGU代币已经通过了Solid Proof的全面审核。 这个审计主要是为了保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和透明度。 另外,他们除了计划上线去中心化交易所之外,他还计划上线一些中心化交易所。 那我们要怎么购买DOGU代币呢? 如果你之前有参与过新币预售,流程应该很熟悉了。 那么刚才我们有提到,这个预售价格是分阶段上涨的。 而且,每个阶段只有三天的时间。 三天一过,价格就会直接上涨6.9%。 比如现在,代币价格是0.001428美元。 等到下个阶段,就会上涨到0.0012216美元。 再过一个阶段,又会再涨6.9%。 到12月31号上线为止,总共有8次涨价机会。 所以越早参与,价格越划算。 但小轩还是要提醒一句,MIMB的风险真的很高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如果它真的爆火,那回报也可能会很夸张。 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,玩这种类型的币,一定要用闲钱,小玩玩就好。 那么,购买流程其实很容易。 首先,我们打开项目的官方网站,然后连接钱包。 连接之后,就可以选择支持的链和资产。 那么,一共支持币安链、以太链、ARB链和Base链四条链。 大家要用哪条链的资产参与,就切换到对应的链。 接着选择你想用的资产,比如USDT,然后输入你想要投资的金额。 系统会显示你可以收到多少代币。 那么这里显示最少需要购买2万个代币。 接着确认金额后,点击购买,再用钱包确认支付就完成了。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,购买的代币要等到预售结束后才能领取。 到时候,我们只需要再回到官网,点击领取代币就可以了。 最后呢,小萱我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次,加密货币的风险真的很高。 尤其是这些新币和密货项目,虽然有可能报复,但归零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。 所以,一定要用闲钱去玩,量力而行,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影响自己的生活哦。 好啦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,拜拜。